卫生福利部的部长邱文达对于黑心油品这件事情 他今天出面喊话了 他说该负责的卫福部会负责 详细内容赶快连线记者邱圣文 好主播持续内容关心这个黑心调和油的问题越演越烈 大家都在问卫生福利部究竟做了什么 今天部长邱文达再度来到立法院被追着问 他表示他现在要正式的向黑心食品来宣战 并且表示说现在部里头已经针对138项的食品已经完成了检验 不过大家很好奇的是黑心食品演变至此 你部长要不要负责 他甚至自己很主动的说我知道你们都要问什么 我一定会负责 但你听一下邱文达说法 有朝野理委都说您就是太晚宣战 而且最近都是一直在闪避 认为说你们轰鸣要下台 我天天都见你们 天天都跟你们说话 有闪避吗 那么我想而且我是一直都全力在找出问题 那么真的要全力打击他 那么同时我在想我还是再讲一遍 我知道你们又会问 那么我想该负责的我就负责 好不过最新的发展呢是国内检测这个大桶跟这个副卫箱的居然检测出来是没有棉分的 大家很好奇那最近棉分的标准在哪里呢 没想到次长的回复居然是国内目前没有检测标准 给下架呢 那么对此呢次长表示还会在进一步的研议会邀请专家学者考虑呢 参考这个国外的标准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检测标准 以上一次现场最新状况 闲境头 我教育朋友主播